蝦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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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富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朋友 這是一個跟做料理有關的頻道 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 可以訂閱一下 才不會錯過更多的美食料理唷 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料理是 夏季清涼開胃菜 涼拌小黃瓜 涼拌小黃瓜 那我们天气热的时候 你的先生或你的小孩 或者是说你的家人 一定都会有胃口不好的时候 那这种时候 他们就需要吃一点酸酸甜甜的东西来开胃 那我很推荐的这一道就是 涼拌小黄瓜 我自己也蛮常吃的啦 而且听说 不敢吃小黄瓜的人 你做凉拌他就敢吃喔 听说啦 我是不知道 然后做法快速又简单 非常的简单 简单到我不确定这个到底要不要教 好 那就废话不多说 做料理啰 小黄瓜 那先把它压碎 然后再把它切成段 再把它一个一个拨开 这样子会待会在凉拌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入味 柠檬先切个两片下来 这是等一下点缀要用的 那我今天柠檬是用半颗 你如果要再酸一点的话 用整颗也OK喔 蒜头拍碎切磨 那我建议这道菜蒜头一定要多一点 这样子做起来才会比较香 比较好吃啦 好最简单的缓解 把所有的食材还有调料全部都放进去 搅拌一下 冰冰箱 我建议是冰两个钟头啦 最多不要冰超过两天 因为这样子就不太好看 早一点拿出来吃完也比较好嘛 试一下味道怎么样 如果OK的话就可以进冰箱了 虽然说现实跟想象的会有落差 但这个味道跟我想象的一样 清爽夏日凉拌菜 凉拌小黄瓜 分享给你 影片结束了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谢谢收看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拜喔